我看接班人原则上应该比我们更好,那是最理想的。 因为一代应该比一代更好。 那新加坡繁荣进步了,这个工作其实变成更难做, 因为问题比以前更复杂,挑战比以前不会减少。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位有经验的,能够经得起考验的, 能够争取到人民支持的领导人,会从我们的领导班子里面脱颖而出。 这个需要时间,需要一段时间。 可是我的接班人不可能有像我这样,有这么长的时间去准备。 我有20年时间去准备。 我们20年后我已经,还在的话就已经很老很老了。 所以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。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情况。 我们还是需要找到一个生人有余的领导人。 关注我们。 你想知道的一切新加坡生活资讯都在新加坡眼。